经济学研究是我们研究小组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有人在进行最先进的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 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工作 然后我们还有一系列横跨所有产品组的水平技术 如安全和隐私等方面的内容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Xbox业务 所以我们正在从事非常广泛的活动 这个研究小组涵盖了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我们在GitHub LinkedIn 搜索广告 新闻业务以及像Xbox等游戏方面都有涉足 可能还有我不好意思透露的其他领域 我今天早上和Phil Spencer聊得很开心 我们谈到了触手大作战这款游戏 我和我的朋友们曾经玩了很久 我们现在和制作触手大作战的人合作 我和Tim Schafer这个写了触手大作战的家伙聊天时完全沉迷了 就像一个彻底的粉丝一样 微软做了很多事情 时间也很长 作为首席技术官 我的工作通常非常严肃 但有时候我会忘乎所以 因为我可以与这些人进行对话 这一切是如此令人惊叹 我们还探讨了激进市场的理论 这涉及到经济学 激进市场的想法是可以提出新的基于市场的机制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样的辩论 资本主义是否有效 自由市场是否有效 这些系统中构建的激励机制 是否能够为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公平分配的利益 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 因此 格安和他们提出的想法是 如果您怀疑市场是否真正有效 可以朝社会主义倾斜 实行中央计划 你知道政府或其他中央机构 会制定许多关于工作方式 投资和产出分配的决策 而格伦的想法是 更倾向于市场机制 比如说 对于像房地产这样的资产 可以采用激进的定价机制 你可以被挤出你现在所居住的房子 例如 如果有人说 我能找到更高经济效益的方式 来利用这块你所经营的房地产 那么 你要么出价留下来 要么就让那个拥有更高经济效益的人 接管这个资产 这将使得像现在一样的租金攫取行为 变得非常困难 因为如果你进行投机性竞价 你很快就会损失很多钱 因此 资产价格将与其能够产生的价值紧密相连 由于你必须将资产的价值标记到市场 因此 它可以得到适当的税收 因而会刺激人们形成更好的激励结构 让价格更好地匹配价值 总的来说 格伦的理论在卖点方面 做得比我好得多 我可能选了世界上最糟糕的例子 但这意在引起争议 我不确定我是否喜欢这种观念 即我们可以有一套市场机制来 我本来可以坚信那是我的财产 不过 如果你考虑一些类似伊丽莎白沃伦的财富税之类的事情 你就需要考虑如何确定资产的价格 如果实行这样的税收 可能需要一种机制 有趣的是 这种研究至少与微软研究部有关 现在人们普遍担心人工智能和自动化 对社会的影响 安德鲁 杨安德鲁 提出了这个问题 可以说 微软是创新的前沿 推动着人工智能前进 我们要如何将所有这些议题结合起来 如何将激进市场 社会主义 创新和微软正在进行的项目 以及安德鲁 杨所关注的低工资工人的就业问题结合起来 我认为 这是科技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人工智能在未来数十年内将如何发展 将用于什么目的 将产生哪些好处和负面影响 谁将掌控这整个过程 从最高层面来说 我在微软所做的事情 让我感到非常兴奋 因为微软做一个平台公司 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伊尔盖茨曾说过 成功的平台的衡量标准是 它为在其之上构建的人们创造的经济价值 要远远大于平台所有人或建造者获得的价值 我认为 我们必须像这样考虑人工智能 它必须成为一个其他人可以用来建立业务 实现创意目标 成为企业家 解决问题的平台 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所拥有的 不应该只是几家公司在地理位置非常集中的城市里 决定将什么纳入人工智能应用 并且建立所有商业化应用程序的基础设施 这样不好从经济和价值公平分配的角度来看待 我的意思是 回到市场能否有效运作的问题上 我认为从创新的角度来看 这也不利于发展 因为我对人类有无限的信心 如果你给他们强大的工具 他们一定会去做有趣的事情 而不仅仅是有数万人手中的有趣工具 应该是有数百万人手中有这些工具 因此 我们想一想18世纪末的蒸汽机 那可能是我们建造的第一个大规模替代人力的机器 当这些设备开始投入使用时 从蒸汽机中获得最多价值的人 是拥有资本的人 因为他们能够负担建造他们的成本 他们在周围建造工厂和企业 以及那些知道如何建造和维护他们的专家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这项技术的访问权逐渐民主化 现在一个发动机不是一件有区别的东西 没有一个发动机公司建造所有的发动机 使用发动机的所有物品都由这个公司制造 他们从中获得所有经济利益 但人们对这项技术的访问权 从来没有完全民主化 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房间里 即使我们不知道 我们身边可能有Mams陀罗伊等小发动机组件存在 我们构建现代世界的方式 就像是通过AI和数据科学来达成目标一样 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思考方式 如果我们把AI看作是一个平台 而不仅仅是微软所拥有的工具 那么它可以成为一种 让创造变得更加民主化的方式 这实际上非常有趣 微软在历史上 一直处于这个领域的有利地位 并且与这种激进市场的联系 返回到我团队一直在与Glenn一起合作 并且Jaren Lanier也正在做 事实上 Jaren是虚拟现实的创始人之一 是地球上最有趣的人之一 是一个很好的人 因此Jaren Glenn以及我的团队的人 一直在探讨 将数据作为劳动力 或者称之为数据尊严的概念 这个想法是 如果我们将数据视为 AI处理有用事物所消耗的原材料 那么我们目前并没有做得很好 没有透明的市场 来评估这些数据贡献的价值 我们所有人都在做数据贡献 有些是明确贡献 比如在LinkedIn上建立档案 你知道你放进系统的信息的价值 但你只是有一种名义上的认知 不知道你得到了什么价值 因为那些服务是免费的 而且很少有城市化的方式说明 此外 通过与日常生活中所有技术进行交互 您还在间接地做出贡献 因此 Glenn Jaren和这个数据增严团队 试图找出一套机制 让我们可以评估这些数据贡献的价值 从而创建一个经济体系和一套控制和激励机制 使人们能够获益 现在许多人通过创建数据来赚取生活的一部分 这在一些明显的方式中可以看出来 比如 有些公司像Steel AI 在中国还有许多类似的公司 他们基本上是数据标注公司 如果你要进行监督学习 你需要大量标记训练数据 这些工作人员会因为他们对系统贡献的数据而得到报酬 因此 对于他们的贡献 可以比较容易的给出一个数字 因为他们在标记数据时是正确的 但是你说我们所有人都在以各种方式贡献数据 试图明确的给出一个数字是很有趣的 你认为这是可能的吗 我不知道 这很难 因为你知道 我们在了解我们所需要的透明度方面的信息并不是很多 这非常复杂 因为我们的数据被创造出来 然后被使用 而不是像价值那样直接具有价值 无论是你释放出的数据含量 还是我放入系统的明确数据都不是很有价值 只有当他们聚集起来 变成大量数据时才有价值 即使对于那些正在为标注数据被报酬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因为监督学习需要大量的标签 来训练出一个表现良好的模型 所以我认为这是其中一个挑战 如何找出数据是如何被组合的 通过这些组合 价值是如何流动的 这很困难 但你能思考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 我也希望 我甚至没有想到 这次对话中微软广泛思考的研究范围 你们正在考虑它 如果我们回到89年 微软发布办公套件 或者1990年他们至少发布了Windows 3.0 从你的角度来看 我知道你不是整个历史都在那里 但这家公司在过去30年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现在看来 好事是它起初是一家平台公司 就像现在仍然是一家平台公司 像最成功的部分那些正在建立平台的业务一样 现在公司的使命已经改变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 所以你知道 在89年90年左右 他们仍然处于最初的使命之中 那就是将个人电脑放在每张桌子 和每个家庭里 基本上是为了民主化 获取这种新的个人计算技术 当DUO创建这家公司的时候 集成电路微处理器 还是全新的事物 人们正在构建家庭电脑 就像现在人们建造业余无线电一样 我认为 这是给那些普遍构建平台的人 一个有趣的事情 DUO看到了机会和个人电脑 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是一种超越了当时的态度 你可以想象事物的发展 成功的推广了平台之后 它就消失在了平台中 你不再关注它 操作系统不再是一个东西了 它们非常重要 完全至关重要 当你看到一个操作系统失败时 你会理解 但是你不会像1995年那样 等待下一个操作系统更新 这就像1995年 你知道我们有滚石乐队 ERR Stage with the Windows 9 5 Rollout 推出就像世界上最大的事情一样 每个人都在排队等着它的到来 这就像人们过去会为iPhone排长队一样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事实上随着成功的到来 技术变得无处不在 人们开始视其为理所当然 5年多前 Sedia二位单任公司CEO时 提出了使全世界每个人和组织更加成功的使命 因此这是一个平台使命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不同的 我们有一个超大规模的云平台 我们的应用程序都是基于这个云平台构建的 我们有一些AI基础设施 人们正在这些基础设施之上 构建他们的AI应用程序 我们有助于自动化所有业务流程和工作流的生产力软件套件 如Microsoft Dynamics 有些人可能认为它不是世界上最性感的事情 但它正在帮助人们弄清楚如何自动化他们的所有业务流程和工作流 并帮助那些使用它的企业成长和发展 因此现在的愿景在某种程度上比过去更加广阔 过去的使命非常特定 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非常强大的世界里 它是生活的基本事实 它的存在和发展或者至少变得越来越强大的事实 都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作为平台的参与者 你必须更加全面 有很多方向可以变革 比如混合现实 这可能还处于早期阶段 也可以说是世纪初的阶段 因为毕竟我们拥有HoloLens等设备 微软正在做一些非常有趣的工作 你是否接触过这方面的努力 你认为混合现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思路 当我们考虑未来的平台时 显然像AI这样的平台是其中之一 你不必多说什么 大家都懂 但我们也认为 混合现实和量子计算 是两个有趣的潜在计算方式 好的 那么让我们进入到更加疯狂的想象中吧 混合现实已经不再是未来的概念 它就在我们身边 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 并且已经开始产生影响 在过去几年中 混合现实最有趣的事情之一 是它已成为某些 从未使用过计算设备的专业人士 如技术人员 服务人员和机器维护人员 完成工作的计算设备选择 他们因为需要在现场移动 工作需要在现场的环境中进行 操作手头非常复杂的设备 所以他们不使用手机 也不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 也不被桌子所束缚 而混合现实 刚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HoloLens等混合现实设备 正在为这些工作场景 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 人们喜爱它 所以说对于这些专业人士来说 这是他们迈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步 虽然你提到了AI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平台 但我们可以更深度的了解一下 AI如何开始融入到一些技术领域中 微软目前提供云端神经网络等训练 我们提供预训练模型或者计算资源 以满足您进行不同推断的需求 关于微软可提供的AI平台 您怎么看待将AI融入这个平台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AI无处不在 我们现在开展的评论会议 有Sadia和Sadia领导团队成员 以及公司内部从事AI基础设施 或者在某些重要方面 使用AI的跨职能小组的成员 当AI在某些场景中明显改善了体验时 你需要理解的重要因素是 AI不能成为头等大事 它只是产品或者其他帮助用户完成任务的工具 AI可以使这些产品变得更好 人们对某些产品中出现的AI感到非常兴奋 但这种兴奋程度是否达到使用哈希表这种的编程工具时的兴奋程度 我觉得有些过分了 AI只是一个工程师们的工具 虽然它非常有趣 但它只是代码中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在Office中有数十个特性 都是由机器学习驱动的 并且如果将机器学习从搜索引擎中移除 它甚至无法工作 另外在我们的Xbox和Xcloud平台上 内容审核等越来越多的方面 也逐渐使用了机器学习技术 当然这不是推荐你下一步要看什么 而是针对游戏玩家的反欺凌系统 你知道玩笑和真正的欺凌之间的界限 非常微妙 你必须要认真对待 如果可能的话 我想深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因为你在LinkedIn上负责工程方面的工作 如果我们把LinkedIn看作一个社交网络的话 和Xbox游戏平台相比 两个平台上的沟通方式完全不同 在预防欺凌和其他问题方面 这两个平台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同的 如何找到界限 既可以预防滥用行为 同时又能让人们玩得开心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哲学意义的问题 我觉得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 Twitter最近就在尝试寻找这个界限 但是很难找到正确的答案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垂直社交网络的话 就会变得容易些 如果你清楚的知道 你的社交网络应该用于什么目的 或者说你正在设计一个社区 那么你就没有像面对通用型社交网络 那样复杂的内容安全问题 比如在LinkedIn上 整个社交网络的目的 就是帮助人们发现机会 无论是帮他们找到一份工作 还是寻找导师 或者是为他们的下一个销售离职做好准备 或者只是为了让他们将自己的专业身份 广播给他们的同行和合作者的网络 在某些方面 这非常宽泛 但是在其他方面又显得很狭窄 因此你可以构建一些机器学习系统 这些系统能够在这些边界内 做出更好的自动化决策 以便更好的预防欺凌等问题的发生 当你面对一些限制时 你会意识到一些不恰当 冒犯 危险或非法的评论或内容 就像游戏社交网络一样 它关注的是玩游戏 而不是寻求乐趣 而你不希望平台上发生欺凌等不良事件 因此 打击欺凌行为非常重要 因为欺凌不仅不好玩 而且 你想尝试用你所能做的一切 来预防它发生 但我认为 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我们最终需要一些关于政策制定者 应该做什么的澄清 因为在民主之类的社会中 你不希望出现一群人单方面做出决定 我们在某些平台上 正在面临这种情况 你必须做出单方面的决定 否则非常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 但是 我们需要加快政策制定的速度 让整个过程成为一个民主的过程 这是非常令人着迷的 因为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不同 建立国家和政府的方式也不同 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制定 欺凌和健康的沟通方式等问题 都是开放性的问题 我们需要不断地去解决 例如 虚假新闻 深度伪造和由人类生成的虚假新闻等问题 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可以谈论缺陷 比如我认为 这是另一个非常有趣的复杂性层面 但如果你只考虑书面文字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发明了沙草纸 大约3000年前 我们能够把文字写在纸上 然后500年前 我们发明了印刷机 使得文字更加普及化 并且到19世纪末 随着胶印机的发明 印刷品真正普及起来 像是爆炸一样的出现 工业革命时期需要受过教育的公民 因此 我们迅速扩大了文化素质和文字的快速扩张 但我们在那之前 已经有了3000年的时间来找出新闻报道 编辑完整性 科学同行评审等的方法 因此 我们建立了所有这些机制 以尝试过滤技术 可能带来的所有噪音 以找到社会可以应对的东西 如果你只考虑个人电脑 它们在50年前并不存在 所以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我们从没有普遍的数字技术 到现在有了一个可以放在口袋里的设备 你可以说出心中所想 还可以像玛丽海文 或玛丽米克最近发布的演示文档一样 上周我们已经有了全球50%的互联网渗透率 现在全球已经连接了35亿人 这是疯狂的 难以想象的 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都是因为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 因此 我们还没有找到如何应对的方法 但我们必须非常认真的解决这些问题 大致上 我们需要用三个千年的时间 来处理所有这些问题 以及未来十年内 可能需要花费的时间 既然我们谈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让我们看看 微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工具方面 是否有更多东西 例如面部识别软件 面部识别有很多有利 积极的使用案例 但也有一些消极的案例 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政府中 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 那么 微软如何考虑政府和公司 作为平台使用面部识别软件 如何在伦理上保持平衡呢 我认为 我们已经表达了明确的观点 去年秋天 布拉德史密斯写了一篇博客文章 非常明确的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 面部识别不应该被用于某些用途 我们相信 需要进行监管 政府应该真正介入 并指出 这是哪些方面 我们非常希望找到界限 应该是一个民主进程 但在短期内 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界限 例如 反对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 某些法律执法事项 例如 旧金山市完全禁止任何政府机构 使用面部识别技术 但这可能过于广泛了 但对于某些法律执法方面 你真的应该过度谨慎 限制使用它的范围 直到我们找到一个合理的 民主决定的监管框架 来确定 我们可以和应该在哪里使用它 此外 我们正在进行大量的研究 并取得了关于如何消除偏见的很多进展 这些模型可能存在各种奇怪的偏见 从中最引人注目的那一点开始 你可能会发现在训练数据中 存在被低估的少数民族 从而学习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但他们甚至也奇怪到 比如我们在公共研究中看到的那样 模型可以学习到 所有医生都是男性之类的奇怪事情 因此 在发布 实验推出 在线编写代码 甚至发表论文之前 每个从事这些领域的人 都非常重要的开始考虑一些潜在的负面后果 这就是我认为 深度伪造非常令人担忧的原因 因为虽然GAN生成图像 可能存在某些非常好的有益应用 但相当昂贵的制作一个逼真的虚假视频 GAN技术已经变得足够强大了 使得制作一个逼真的虚假视频 变得极为便宜 因此 你认为你可以信任的信息 与你应该持怀疑态度的信息 即将发生变化 而我们并没有准备好 但我认为确定真相的方法 正是通过技术来解决这个挑战 这也是令人兴奋的 因为我认为 我们俩都会同意使用技术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挑战 可能会想到一些验证 哪种视频是真实的 哪种是虚假的方法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用在 互联网通常通过这些视频 制作出喜剧天台 希望不会导致任何严重的伤害 未来 我们可能会拥有能够检测真伪的技术 虽然虚假内容非常令人信服 即使经过机器检查 也无法分辨 但是 我们也有越来越有趣的社交网络 尽管他们现在饱受批评 因为所做的一些坏事 你可以选择利用社交网络和加密技术来签署内容 每个内容都附在一个完整的证明链 这样当你查看某个东西时 你想问自己 我可以相信多少 你可以单击某个东西 并获得一个已验证的证明链 以显示它来自你信任身份的来源 我认为拥有这种证明链 就能够做到 这是来自白宫 这是来自某个总统候选人的办公室 或者 这是来自Linted的CEO Jeff Winner 或微软的CEO Sadia Nadella等信任信息 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因为基础技术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先进 神灯已经出瓶子了 我们无法将它重新装回去 这其中有一个社交组件 我认为 对于民主制度来说非常健康 人们应该对他们观看的事情持怀疑态度 这样一般来说是好的 怀疑态度是好的 这也是很好的内容 所以DeepFake方面在全球制造怀疑感 能够让人们更加鼓励进一步的研究 我来自苏联 基本上没有人信任媒体 因为你知道那是宣传 这种怀疑 促进了关于思想的进一步研究 不只是单纯相信一个来源 现代科学的科学方法和我们的装置非常好 你不必信任任任何东西 除了发表结果的同行评议过程之外 你还可以通过复制实验来验证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认为 很多工程师都是这样的 你们的大脑被怀疑所包围 你不能简单的相信你看到和遇到的一切 你也很好奇要理解下一步是什么 我认为 这是一种完全健康的事情 目前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做法 我不是一个大商业度 我只是微软产品的一位粉丝 我仍然使用PowerPoint来生成大量的图形和图像 对于我来说 比Illustrator更好用 这非常迷人 我想知道Windows和Office等产品的未来 会是什么样子 你认为会怎么样 我记得很期待XP发布时的感觉 但110版本发布时 只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改进 在办公软件方面 AI功能越来越强大 这将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 产品变得越来越智能 但并不会像Clippy那样带来巨大的影响 目前在办公产品中 虽然没有像Clippy那样的个人助手 但是 AI已经在某些方面 起到了辅助作用 自动响应功能越来越好用 可以根据您的日历 安排会议时间和地点 我们有微软搜索 可以不仅搜索网络上的信息 还可以搜索Office 365租户中的所有信息 甚至其他产品 我们还拥有Microsoft Web 它是一个API联合体 可以获取您的相关数据 你现在可以跨越所有信息孤岛的广阔领域 就像它们在图表中被编织在一起一样 这种效果正在不断增强 被引入到某些自动响应系统中 你将能够看到 系统为你自动检索信息 比如 如果我经常给人发送电子邮件 询问它们是否能找到一篇论文或文件之类的东西 那么系统就可以为你自动完成这项工作 我认为 它正在朝着更向完全集成的助手方向发展 但在你看到之前 会有很多步骤 不会像大爆炸那样 推比出现 然后你就拥有了一个完全强大的助手的体现 所以我认为 这肯定会实现 而且所有的协作共同创作等方面都在不断改进 你知道 在微软的办公产品组合中 越来越多的内容是在团队中作为画部进行处理 协作是产品的核心 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些非常酷的东西 其中一些即将成为开源项目 这些是用于进行合作创作的框架级别的东西 它们是否有云组件 可以通过web进行协作 或者像office365那样 如果你在使用word 10进行协作 仍然会发送文件 是的 我们已经比之前更优秀了 但这也意味着 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 帮助您发现这些新功能 虽然这个领域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是要让您的团队了解 未来可能要开发的功能 这样他们就可以为此做出计划 例如 他们可以考虑到 将来可能会有一个安全大力推动的时期 或者认为 必须要有某种特定的能力 这种预计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您就不会开发与实际需求不符的项目 其次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团队文化 使人们感到归属 并且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 并且对此感到激动和认同 同时感觉自己为整体做出了贡献 虽然具体的文化因团队而异 但拥有共同的价值和目标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是建立良好的流程和系统 确保您的项目得以顺利运作 员工应该清除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同时掌握高效完成任务的方法和技能 这包括完善的文档和良好的沟通渠道 还有良好的工具和基础设施来支持您的工作 因此 我认为 要领导一支优秀的大团队 有三点非常重要 预见您所开发的项目 建立强大的团队文化 以及建立良好的流程和系统来执行工作 你认为你需要构建未来产品 并投资于基础设施 不仅涉及存储系统或云API等 还包括你的开发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工具 你想要建立什么样的文化 你便与大家协作完成复杂的技术事项 因此 有一个观点 并对其进行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 尽可能早地获得一组明确的观点会更好 虽然在小规模上可以随心所欲 比如当你创办公司时 无需过于具体 但在工程领导者看来 最大的失误就是你没有及时对这些事情有一个清晰的观点 然后你就开始创建了大量的技术债务和文化债务 这是非常痛苦的 需要花费巨大代价去清理 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需要有一个清晰的使命 这不仅仅是一些可爱的废话 因为你认为你应该有一个使命 而是需要明确说明 你和团队将一起朝着何方前进的事情 这可能现在比较流行 但正如你们都读过人类简史一书 其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讲述故事 是协调大群体活动的典范 一旦你超过了邓巴数 Dumbass number 就必须明确使命 否则事情就会灾难性的失败 特别是在管理工程团队时 你可以通过强制手段来解决少于120到150人的团队问题 因为你可以认识 信任和了解所有人之间的动态 但是一旦超过这个数字 事情就开始出现灾难性的失败 你没有一些共同的目标 你们正在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所以 尽管他听起来很感性 而且技术人员可能会对这个想法反感 但你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任务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总是要编写故事 因为那是连接我们所有人的 我们社会的纽带 这些强大的故事 对公司和其他所有事情都起作用 甚至到了货币等方面 它也是一个故事 宪法是一个故事 我们的法律也是一个故事 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坚定的相信他们 感谢上帝我们相信他们 但是他们只是抽象的事物 只是一些词语 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故事是平台 Microsoft正在创建这样的平台 我们可以在上面定义未来 最后一个问题是 您认为哲学上可能比Microsoft更大的问题 您认为未来20年 30年或更长时间内计算机 技术 设备会是什么样子 您对世界的未来有什么疯狂的想法吗 是的 我认为 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 我们的技术正以最快的速度进步 我们面临着一些非常大的社会问题 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我认为 我们将迎接挑战 想办法把所有这些技术的力量 与我们面临的所有重大挑战相结合 无论是全球变暖 还是未来50年中非洲人口的增长等社会规模的问题 在这些地方 全球范围内营养不良的问题将日益严重 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AI将会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 就像你可以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来赋予我们所有人实现我们的全部潜力 并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这也意味着需要关注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比如如何将其应用于医疗保健 以确保空气质量 成本和医疗保障的普及化越来越好 这在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如欧洲 中国 日本和韩国都越来越重要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老龄化的工作年龄人口 将在未来20至30年内主要退休 到那时 退休人口将会比工作年龄人口还多 所以 自然而然的会出现谁来照顾所有老年人 以及谁来工作的问题 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技术的帮助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也就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 我们总是谈论人口爆炸的问题 认为我们将无法满足全球的粮食需求 但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 通过绿色革命和全球范围内 作物生产力的技术驱动式增长 将一些西方知识传递给发展中国家 并采用更加智能的生物学方法 帮助我们提高作物产量 我们不再谈论人口过多的问题 因为我们差不多已经想出了如何满足全球粮食需求的方法 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故事 因此 我非常非常的对技术有信心 未来 我们将能够应用技术来解决一些超级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例如 我现在正尝试花时间让每个人都保持希望 因为就像我们所说的 我们自己的故事会影响我们的未来 如果我们过于悲观的看待技术的潜在未来 我们可能无法为实现最佳未来所需的所有事情做好准备 这种希望的乐观主义很重要 因为你正在领导着大量的工程师 正在定义 书写 帮助建设这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未来 我同意你所说的一切 只是我希望克里夫海曼能回来 哈哈 我们想念他 我代表人民发言 谢谢你和我交谈 谢谢你的到来 很高兴与你交流 你和我交谈 你待会了吗 我忍不得了 我感觉我们是在某个地方 你待会了吗 我感觉了